9号在花莲文创园区开幕的202 一探究竟 一块土地 一块生活展 以行政院农委会推动的探静林为主题 由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带领花莲海星高中学生 与在地职人进行接触访谈 挖掘花莲职人的故事 周末两天也会搭配食农物语的市集 期盼让更多人了解东台湾 永续无独的农业魅力 花莲的好山好水 成了台湾多数民众舒缓身心压力的最佳去处 有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 带领花莲海星高中的学生 挖掘花莲职人的故事 2022一探究竟一块地 一块生活展 9日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6栋举行开幕 透过学生视角周访职人场域 带领民众深入了解简碳的议题 与花莲职人的故事 透过很多这样的学习经验 我相信各位在将来设计的路上 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希望同学们常常把自己的这样的经验 透过今天有自己产出的东西 可以反思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的 下次你就有更好的机会 我们希望让学生可以了解故乡的在地产业 那也让这些很辛勤的在推广有机农业的这些农人们 可以接触新生代 未来可能也都是佼佼者在设计领域上的这一些孩子们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 那由田自宣基金会建构一个行销的推广的平台 所以我们特别在文创园区举办一个成果的分享 那也透过学子他们实际的解说导览 让我们也知道他们学习的心得 那同时他也能够了解故乡的这些在地产业 在6日就是在12月的10号跟11号 会在这个户外会有这个市集 在食农物语的市集的这个有含农业的文创的 还有一些手作的课程 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在地的农业 那在地的职人还有年轻学子 那还有我们很多花脸很优秀的产业 一起在这里等待大家一起来 以农委会推动的探志林为主题 精挑细雪木日关文旦驿站 江玉堡有机农场 后山崛起 石豆屋 孤德农场 无私农庄 秦胜养风场与何亮家香草窗一方 等8位花脸在地饮食职人 透过学生的挖掘也认识花脸 期盼让更多人了解东台湾无毒农药 同时传达生态环境勇士的重要 记得将帮彦华临时报导 扶行